不管怎么样 我还了将近有七年了 那本金总外会有变化的 不可能是一分钱没有变化的 我前面七八年还的这个钱 等于是白还 男子辛辛苦苦还房贷七年 到银行一查净发现 117万的房贷一分都没还上 免费给银行打了七年功 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 一想起这事 蒲先生既升起又崩溃 他没想到自己拼命还了七年房贷 最后小丑竟然是自己 连根毛都没还上 他还记得当初买房的时候 自己兜里非常干净 于是就跑到银行办了笔贷款 由于公积金额度有限 剩下的则是用117万的商业贷款补齐的 并且按照的等额本息的方式 进行还款 和银行约定月工为8000元 这一套流程办下之后 蒲先生开始每月往卡里存9000元 等到还款日自己扣费即可 然而奇怪的是 到了还款日银行却只扣了4000多 但是转力一想 自己当初办的就是组合贷款 应该有一部分在公积金里面扣除了 于是蒲先生便没在意 因为扣款划款计算金额 全是银行的问题 我只是负责把钱存到我的卡上 自动还款 之后蒲先生以这种方式 开心的还着房贷 殊不知这正是他噩梦的开始 日月如梭 转眼7年流逝而过 手里有些积蓄的蒲先生 打算再换一个房子 换房前 他准备先查询一下征信报告 然而查完之后 看到结果 蒲先生当场被吓傻了 我前面七八年还的这个钱 等于是白还 明显就是这个内供是有问题的 我没要求你改变 这个还款方式 你擅自改变 你这个属于重大违约 男子拼命还七年房贷 最后发现自己还了个寂寞 117万本金净一分没还上 这让男子觉得非常离谱 当初跟银行约定好 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怎么可能七年时间 本金一分钱都没少呢 这让蒲先生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慌张的给银行打去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 当时合同约定的不是等额本息 而是先吸后本 通俗一点来说 这几年蒲先生还的都是银行利息 而他自己的本金属于白还 所以到期之后 还需要一次性把117万本金给还了 听到工作人员这样的解释 蒲先生当时七不打一出来 声称银行私自改变他的还款方式 属于重大违约 而且按照当时约定的年利率来算 采用这种先吸后本的方式 自己就得多还三四十万左右的利息 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 而且当时签订的合同 明明显示的是等额本息 然而银行却按照先吸后本的方式 履行合同 蒲先生可不想当这个冤大头 直接找到银行为自己讨工党 吃康燕菜还了七年房贷 结果显示117万本金一份没还 气愤的蒲先生来到银行讨说法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 工作人员装傻充愣 一问三不知 并且还反过头问蒲先生 当初发现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反馈呢 当时还的时候只有5609 我存进去了 我存进去这么多钱 他就扣这么多钱 我短小时都有几乎 不是我不存 而是怎么扣的 就扣这么多话 蒲先生听后 强忍住暴脾气 当时合同上白纸黑字 写着等额本息 你们却私自给我改成先本后息 换在谁身上 谁能乐意啊 面对这种说法 工作人员也自知没理 随后愣了半天 突然冒出一句 当时半贷款的工作人员 已经离职 目前这个合同的情况 他们也不知情 所以他们会把此事 反映给上级领导 在保证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 会尽量为蒲先生解决问题 我们是要算总裁 反正大家不吃 不能吃亏 不能让人家吃 对此 蒲先生表示 如果银行不能给出一个合适的方案 那么他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在此小编认为 银行既然和客户签了贷款合同 就应该按照合同履行相关业务 如果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从而出现合同变更的情况 那是相当不合理的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